我们再讲主要就讲解一下关于循环语句当中的repeat语句和loop语句 首先我们看repeat语句 repeat语句的话 它实际上是有一个until这样的一个条件 until条件的话 它指的就是如果满足这个until条件为真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循环它就会退出 否则的话 它就会一直在循环这里面这个内容 我们现在做一个更新我们偶数项的一个案例 也就是我们上讲当中的一个作业 那我们进入到我们的一个mydos的一个命令行当中来 我们还是采用的是我们companies这个数据库 我们首先我们查询一下我们的amplice这张表 这张表里面它是从1001到1067 总共67行数据 这67行数据当中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更新 这个eap number它为偶数的一个jinder之段 我们把这个之段呢给它更新成f 我们要实现在内更新的话 那么需要便利的就是从1001一直循环到1067当中 那么遇到这是一个偶数项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更新它的一个精准之段 那我们现在要创建这样的一个存储过程 创建这个存储过程的话 我们首先需要把我们的换行符改改成用dollar 然后再创建一个存储过程 这个存储过程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叫update end 那begin 刚才我们说过 我们这里面要从1001到1067的一个循环 那么我们的一个循环的一个起始行 那么它应该是1001 所以我们先做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的话就是i mean 它这个in的类型 我们可以给它默认为1 但这个默认为1 它并不是从1开始 我们等会要去取这个1001 取出来之后我们给它复制为 这一个i mean 当然我们还会做一个 另外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的话 我们也给它 初始值 然后我们从我们数据库当中 通过我们这个聚合函数 去取最小值 把最小值付给i mean 然后再取一个最大值 我们也给它复制为我们的i max run 然后这里面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一个循环 循环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repeat 这个repeat 我们在循环的时候我们是每一项都要去判定它是不是为偶数 这里面我们判定的时候就是if我们的i mean 它如果能够对2取余的话如果等于0的话那么就说明它是一个偶数 偶数的话我们就直接更新这一行的数据 然后我们就更新它的一个ginder这个字段等于f 然后set where我们加一个判断条件进来 np number就等于i mean 然后就结束这个判断 结束这个判断之后我们就这有一个until until 那么也就是我们这个循环结束这个条件 结束这个条件的话 那么这里面的话还需要有个每次循环的时候应该要让它自加1 自加1 自加1之后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个until 直到i mean大于i max之后 那么它才会结束我们这一个循环 这里面 这个until后面是没有分号的 然后and repeat 这是它这个语法 咱们就结束and 咱们就是 到了分号 现在这个存储过程已经创建好了 创建好之后我们现在去调下 在调之前我们同样的去把我们的分格 我改成分号 咱们再调下这个存储过程 update 新的 然后这里面我们就去查询 select select 新济网 enp l1 s 这里面都已经把它更新了 只要是偶数向的 1060它是偶数向 那么它的一个字段就变成f了 1062它的一个字段也是变成f了 那这是我们通过repeat 这样的一个循环去实现的 重点就是until语句 until语句 也就是这个循环退出的这个条件 然后再看下一个循环语句 下一个循环语句呢 是loop语句 这个loop语句的话 它实际上也是表示 当满足一定条件之后 那么它会退出在那个循环 这里面的话我们就做这样的一个案例 我们把这个偶数向的 或者说这里面我们把这个基数向的 它的一个here date 给它全部给它变成同一个日期 就是把这个基数向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loop语句来实现 我们来创建这样的一个存储过程 这个存储过程 它实际上也是和我们刚才这个存储过程有点类似 只是表示方法有点不一样而已 我们先把我们的分割符同样给它改成 我们的一个dollar符 然后创建个存储过程 然后拼 update update 我们这个就是它的一个peer peer begin 然后同样会定义 初始的一个enp number 和我们那个最大的一个enp number 那我们还是和刚才的一样 i mean 它是inter类型 然后deport 然后它为1 然后我们同样的 i max 它也为一个deport 也为1 我们把最大行号和最小行号复制给它 i mean 然后装enp while 然后把最大行号 enp number 也复制给我们的i max 这里面这一个循环loop循环的话 我们首先要定义这一个loop循环它的名字 比如说这个循环这个名字 我可以给它随便定我叫myloop 然后后面的跟上的就是一个loop 这样的一个关键证 然后这里面就是一个内容 内容的话 同样的我们这里面就判断if i mean 如果对 2% 如果等于1的话 如果它等于1的话 然后我们就让它 做一个更新操作 update yes 然后更新它的一个here date 等于1900 1999 12月 11日 然后set aware number 就等于 i mean 然后我们就是一个结束 这个underif 结束之后 然后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给它自加1 i set i mean 等于i mean 加1 对这个loop循环的话 它应该有一个条件去结束这个循环 所以这里面我们就有一个条件 if i mean 大于 i max 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它就应该是结束我们这个循环 结束这个循环的话 就是live loop 这个live loop的话 就是结束到我们的是 我们刚才定的这个循环叫myloop的一个循环 然后underif 好 最后有一个underloop 好 最后把end加上 然后我们的一个dollar 分号 好 这里面这一个字写出来 咱们把它复制一下 先把它改一下 正面敲的时候呢 很容易 所以在dots环境下面很容易敲错 这个关键证 因为在dots环境下敲的时候它没有智能提示 也没有语法检查 然后再给它放进来再真一下 咱们再真一下 那这里面的话我们再改一下 这要有一个live 把这个loop给它删掉 不要这个loop 我们再把它复制一下 粘贴运行 现在这个存储过程 我们都已经创建好了 所以之前这个语法在这里面 不要这个loop 就直接就是live loop名字 就是直接在我们这个退出循环的时候啊 是不需要加loop 这样的关键词的 直接就是live 退出这一个我们的所定的这个循环 因为这个循环的话 它之前也不要一个初始变量 然后把我们的delimeter改一下 改成我们的一个分号 然后再调一下我们这个存储过程 这个存储过程叫 pupdate here update here 我们运一下 这是我们执行完这个存储过程 然后我们再调一下这个存储过程 调完之后我们再查询 这里面就会看到我们现在是把这个基数项 它的一个聘用日期给它改成1999年12月11号 这就是我们的两个循环语句 然后完成的一个案例 特别是这个loop语句 loop语句的话 它的一个写法主要就是定义了一个循环的这个名字 定义了这个名字之后 这有一个if 就是当满足这个条件之后 它要离开这个循环 这个条件一定不能够给它忘记掉 如果这个条件忘记掉的话 那么这一整个的这个循环 它就会是一个死循环 它永远会在这里面循环 所以这个if 一定要有一个出口 也说这个循环 它一定要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时候 要离开这个循环 总结下我们这讲的小节 我们这讲的话 主要就是讲解了repeat语句和loop语句实现的一个循环 repeat语句的一个循环的话 它这个语法是repeat 然后执行了这一个循环内容 然后我们满足一定这个条件 满足这个条件之后 那么它就会退出这一个循环 这个repeat的循环呢也是非常简单的 比较复杂一点的是这个loop循环 loop循环的话 它有一个循环的一个名字 首先它会定义一个循环名字 然后就是一个循环内容 循环这个内容之后 那么就会满足一定的循环退出条件 特别这里面这个语法 它是leaveloop我们的一个循环的一个标签 也就是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循环名字 然后最后就是一个underloop 这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内容